来看看新闻网 6月开拍至今 电影已经完成了70%的拍摄 今年年内就会在韩国上映 如果审批顺利的话 明年就能与中国观众见面 电影可能年内 年底在韩国上映 所以韩国的观众 今年年内是可以见到了 那中国的话 如果电影审批的工作顺利的话 明年应该在尽快的时间内 跟大家见面 在大家的眼里 李明浩是男神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李明浩就是一个普通的大男孩 他坦言自己是一个 非常炼家的巨蟹座 十次里面有九次 大概是不愿意出门的 在家休息室 也没有什么特定的方式 可能就是在家滚来滚去 看看电视 拍摄游戏 有九次是舍不得离开家了 所以我觉得刚才说的 巨蟹座很炼家 这之后我觉得蛮对的 我每次在家的时候 就懒得出门 不愿意离开家 因为我不太刻意做些什么 所以我不知道怎么跟大家说 就是在家的一股来滚去呢 看下电视剧 然后玩玩游戏 然后呢 跟家里的小狗玩一玩 应该就是过那种很平常的生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